这一期可厉害 我作为一个明星大侦探老粉 从17年开始就私底下和朋友们经常聚会剧本沙了 我每次看到朋友圈有国内的朋友去国内的那种全石井剧本沙的时候 就哇真的好羡慕 现在终于在湾区也能玩到剧本沙了 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店叫友局Heathen Mode 最近刚刚办了新店隐匿在一个国际医药大学里面 刚去的时候以为他整个店就是建造了一个医院的外形 然后其实是一个剧本沙 但后来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医药大学 上楼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装饰了 就能瞬间感受到老板在很用心的经营他的这家店 进门他墙上摆的全部都是剧本沙 中间还有一个台球桌 旁边有一些水和饮料和一些小零食 然后他的老板非常热情的带我们看了他们的好几个厅 有装饰的非常豪华艳丽的欧洲古堡厅 所有的欧式系列的剧本都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面玩 然后这是一间民国风的房间 其实他们家本来还是有cosplay的服装呢 但是因为最近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他们就暂时取消了换装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一间是日式风 每一个房间都是老板他们整个团队自己去亲力亲为设计 然后所有的这些装饰物都是从国内运过来的 据说光永费他们就花了六位数 还有这种古香古色的中式听 在里面就可以玩一些中式古代的那些那类的剧本 我们今天去玩的呢是他们现在能够营业的唯一的一个全实景的恐怖剧本 听好是恐怖剧本 名字叫请愿 我听老板说很多人订了这个剧本的时候 不知道它是一个恐怖剧本 笑着进去哭着出来的人不在少说 其实我在里面是拍了一些照和视频的 但是我就是不想给大家剧透它整个故事的流传是怎样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就不上它里面具体内容的视频了 总的来说呢就是它有主持人也有演员也有NPC 演员小姐姐真的演得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投入 演绎的很生动 然后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在剧情结束的时候 那个小姐的结束动作是躺在地上的 主持人就开始宣布结果进行后部的剧情 大概持续了有20多分钟吧 然后那个小姐姐全程一动不动一直都趴在地上 直到我们整个游戏结束之后灯打开 我才发现原来那个小姐姐还在地上躺着没有走 整个来说呢它的道具音效灯光都布置的我觉得非常好了 而且那个剧情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是一度热泪盈眶 就是有始有终有血有肉的故事的一种感觉 代物感确实是很强 剧本呢叫《请愿》六人剧本 《四女两男》也可以角色反串 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本性别出演 因为是恐怖本嘛 所以胆小的朋友谨慎选择 胆star的朋友记得定的时候可以跟老板加麻加辣 我们去的时候当天确实有一个小姐姐被吓哭了 但也不是真的哭 就是那种一边笑一边哭的那种 其实在你的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稍微怕一点的朋友 给整个剧情增加更多的真实感 如果大家都不怕其实也挺无聊的 那去过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也很恐怖 并且也被当时里面的剧情给吓哭了的 或者觉得不够恐怖 想让老板摆点更劲爆的剧本呢 都请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会带着大家的心愿一起转告给店长 然后说一下我们当时小姐姐被吓哭的这个情景是怎样的 来帮助大家抉择一下你是不是适合玩这个剧本 当时有个情境是每一个人单独要去那个道具房间里面完成一些任务 对我其实个人来讲之前去鬼屋都是跟大家一起去的 其实也没有试过这种去担任房间里面有这种恐怖成分会不会害怕 但是我个人感觉始度还是可以的 玩完之后有一点点后悔没有要求加麻加辣 据店长说他已经在搭建另外一个全市井的房间了 是有探索有密道 在不久的将来上线的时候 他也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就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店 拜拜